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仿佛种下了一整片美丽与哀愁 公元1274年 一星人讲节 高仲进士 入朝为官 然而 两年后 临安陷落 南宋灭亡 他的仕途还未展开 就踏上了颠沛流离的旅途 在他成州途经太湖之边的吴江时 将鸡旅的眷筹 挥之不去的感伤 化作了这却愁长百节的一简眉 一片春愁 带酒浇 江上周遥 楼上连昭 秋娘渡于太娘桥 风又飘飘 雨又潇潇 何日归家 喜客袍 银字声条 心字相烧 流光容易把人抛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开篇一个愁子 笼罩了整首词作 风飘雨消 舟行江中 沿岸店家的酒旗随风飘摇 想要借酒消愁 却也无法化解胸中的忧愤 国破山河在 此人很自然地想到了家的温馨 调生焚香 有了归家喜客袍的期盼 结句最为著名 一个抛字 婉转中见无情 此人也许联想到了自身漂泊无一的境遇吧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两句 反复运用一个了字 鲜明地描摹出植物生长的动态过程 红绿相衬的美感反而增添了一层前途茫然的愁思 成为了引勇江南的经典名句 此人也因此有了樱桃尽世的美称 讲节 宋墨四大家之一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称其调音协唱 这首一简梅就是最好的注解 周遥 连招 声调 香烧 突破格律的限制 句句使用自然流动的口语 在词史上独树一帜 南宋灭亡时 蒋结不过三十岁上下 此后 不入世元朝 选择彻底隐顿 为了生计和安宁 他浪迹于吴越一带 最终在江南竹山度过了余生 蒋结欣赏竹的高洁品格 世人亦钦佩他的布折风骨 孙称他为竹山先生 时光穿越千年 红了樱桃 绿了芭蕉 依然是美好江南的标志 今天 人们来到这里 在一派盎然生机中 细品婉转词意 曾经的浓浓愁绪 早已消散 远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